安省法院当初在裁决时作废了一桃壁谷选区的79张选票,高等法院的7名法官今天以4票对3票恢复了其中的59张,并且裁定奥皮兹继续担任该选区的国会议员。 高院认为,选举程序错误不能作为取消选票的理由,而且控方无法证明被作废的选票全部来自没有选举权的选民。 奥皮兹在裁决宣布后,立即发表声明表示了感谢,称高院的裁决仔细而公正。 针对试图推翻选举结果的案件,高院大部分法官都持非常谨慎的态度,他们表明控方必须提供确凿的证据,证明选举过程中存在错误。 瑞兹纽克斯基在上诉中提出,作废的投票缺乏登记证,但却无法对此做出证明。 此外,高院恢复的选票当中还包括缺乏选举人本人签名,但有选举官员或是亲属代为证明选举人身份的选票。 此外,对于瑞兹纽克斯基提出的许多选民在错误的投票站投票的说法,高院的大部分法官也不予接受。 他们认为,推翻选举结果不仅剥夺了一部分不合格选民的选举权利,也使得选区内全部选民的选票作废。 尽管上诉失败,自由党联始党魁李博依然发表声明,感谢瑞兹纽克斯基对本国民主和选举系统保持的坚定信念。 感谢。